镜头带影到南区瑞士乡赴园村 园南段农地旁的野稀水路 工程沙石任意倾倒的沙石土方 将近一层楼高的土方是堆积如山 而将野稀水路方向是直接导入到了农田 每逢大雨就会冲刷出一条水路 农民生怕农田会被冲毁殆尽 日日寝食难安 农地旁将近一层楼高的土蹄 充斥着水泥砖块等工程废料 破坏农田环境不说 一丝工程沙石车任意倾倒的沙石土方 也改变了野稀水流方向 每逢大雨就会在农田中 直接冲刷出一条水路 惨不忍睹 就有看到沙石车 我想说他们会堆到最下面 然后我再发现说 原来是堆在我原里旁边 这边都很高 他们都要舔到这样子 所以说那个水都往这里了 往你的农田 对 农民生怕农田被冲毁殆尽 只好自立救济 在破水口放置石头或沙包 阻挡野稀窗刷 但终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而随着七八月份台风起的到来 求助无门的农民更是日日寝食难安 因为这边偏高的 那个水都往我这里啊 没有办法 因为到时候你看八月份 那个水就要往这边冲走了 你看到这里 一个一个被冲走 争取改善也已发包失作的 原南段上游野稀准质计划的乡民 代表林玉芬获之农民的苦楚后 二话不说立即先行到场会看 并设法向上提报争取 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安全 那目前已经冲刷到这个样子 这样看起来真的是 这边附近所有石 好几石甲的土地都有这样的担忧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解决农民的问题 目前看起来这样的这个 这个水路看起来会冲刷到 我们所有邻近的农地 我们希望相关单位的县政府 或者我们县公所能够来协助 来排解看怎么样 让它能够今年可以不要受到 大水的冲刷 让我们的农民能够安心 除了将了解堆质的沙石土方 从河而来之外 对于野稀水流的整治 相代表林玉芬也希望 相关单位重视 协助地方农民改善 记者是玉兰对岁采访报道